我们的日本餐厅最大客户 古俊山王守义 还有当时的刘元 就这帮人 还有那几个军中唱歌的 那个出生的叫什么 那个他儿子出生的 汤菜 汤菜有一个 汤菜经常在那儿 还有一个男的叫什么 儿子出生的 强奸案 李古一一伙那帮人 李双江 还有玉金剑 哎呦我的妈 你就没法 行 那个玉金剑 那个货 真的是 真的是地上吊的 你恨不是说 擦完屁股的纸 他都拿下去 就是这个孙子 他就烂到这种城市 而且一去 那对一弄一桌 是什么 全是政协委员 全是讲述的 就是每天 他们叫猎物啊 就猎到所谓的一些 省的农村企业家 矿主来了 这些人说 哎快快来一孙子 哎特他妈傻啊 这小子有矿 今天来你先忽悠忽悠啊 你来第一段 我来第二段 这就像狩猎一样 哎 农民企业家 整的一帮旁边小秘书 是吧 跟着一圈晃荡进来了 带着一堆现金 我看过一山西的哥们 发金条 就那一顿饭 喝下去两瓶茅台 发着金条 发着 你知道我们的经理给我说 他老板 你知道这哥们 发多少金条了吗 他说搬了四五回了 你去想就发金条啊 就那一根一根的金条 真的 而且还拿到证书 我保证是真的啊 你看看啊 谁啊 什么浙园啊 什么那英啊 宋主英是最聪明的 一看发金条走了 人家这个谱摆得很大 就这个家伙 但是你知道干嘛 哎 过几天 他和宋主英 单独来办公 这后边可能是 绝对不是金条 我估计是金矿的股份了 你说那个人家 那个一接完 那是之前 那是发生之后 是吧 你别后悔 赶紧就兑现完了 你转出来 这晚上 喊年了 是吧 这就完了 而且这小子还挺高兴 我跟整国母一起玩餐 这叫单独享受 叫VIP的享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